換上一套套韓服 色彩繽紛看得讓人眼花撩亂 或是對準頭服投出剑拔 體驗到底 韓國文化 就是穿上這個韓服的話 會覺得好像還滿 有一股衝動想去 我之前沒有做過類似的活動 所以會覺得這樣子 比較有嘗鮮感 看準台韓遊客術日漸成長 韓國這回搭上旅展熱潮 舉辦觀光大展 主打體驗要把遊客帶去韓國 但不只他們 來 旅展除了要搶好康之外 日本旅遊者更推出 像這樣一尊千萬日圓打造的機器人 透過拍照互動來行銷日本 一 二 三 兩公尺高的機器人一下拔劍 一下又和民眾玩起自拍 在展場內人氣度超高 日本業者將新宿歌舞丁 千萬日圓打造的知名機器人秀 原封不動搬來台灣吸引買氣 因為行銷不再只看紙本價格 透過互動更能衝高業績 展場內人擠人東北亞的日韓 這回紛紛打出自由形萬元有找的 誘人價格 香港旅遊局也推出三天兩夜跨年型 寒水一萬五有得找 打出不用出門人擠人 就能看到煙火的策略奏效 讓買氣直線上升 旅展上下沙流血價格 只是基本靠互動體驗宣傳景點 拉抬買氣成了業績 成敗關鍵 藉有會有當地一代報導 請見見到 說白 拍攝 我們會對 拍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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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